中國星期四,11月17日否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一日前與加拿大總理杜魯多互動時對他提出了批評或發出任何的威脅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盧玲在例行記者會上回答傳媒提問時,作出上述的表示 星期三下午,習近平和杜魯多在20國集團峰會期間相見 一位加拿大攝影記者拍攝到有聲的現場畫面顯示 習近平看來正就兩人星期二的非正式會談,向杜魯多表達不滿 我們交談的一切都洩漏給報紙了,不適合啊 習近平對杜魯多說,而且我們也不是這樣進行的 如果有誠心,我們就應該互相尊重的態度進行好的溝通 否則這個結果就不好說了 習近平又說到 杜魯多回應說,他希望雙方繼續進行建設性合作 在加拿大我們信奉自由公開和坦率的對話 杜魯多對習近平說,習近平沒有等到自己的翻譯 說完就說,創造條件,創造條件 說完之後,他和杜魯多握了手,就終止 談話轉身離開 剛剛在中共二十大上打破上規模 取得第三國五年任期的習近平利用出席二十國集團峰會的機會 頻頻進行外交出擊 善後和美國總統拜登、法國總統馬克龍、澳大利亞總理阿爾巴尼斯 以及南韓總統尹錫悅舉行過正式的雙邊會議 他還將為泰國出席亞太經合組織APEC非正式領袖會議期間 與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正式會議 不過,習近平在國際會議期間頻頻進行笑面外交的同時 被指有意冷落加拿大總理杜魯多 沒有安排與杜魯多舉行任何正式的會晤 星期二下午,杜魯多在二十國集團峰會現場把握著一個機會 在一個人來人往的大廳裡 和習近平簡短交談大約十分鐘 加拿大政府事後發表新聞稿 向傳媒透露這一次 被習近平稱為私下對話的內容 表示,杜魯多在交談中 就中國干預加拿大聯邦選舉表達了嚴重關注 同時還討論了俄羅斯入侵阿蘭的問題 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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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